哈喽大家 今天是我们武侠课的第一堂 因为我人在南部陪学生参加教育旅行 所以没有办法赶回来亲自上课 但是我会先把影片录好 利用这一堂课跟大家谈一谈 到底什么是武侠课 为什么要上武侠 还有我们大概会怎么样上武侠课 对我来说呢 武侠这个东西等于是引领着我 从青少年到成年 甚至到中年帮助我成为我想成为的样子 它揭露了某种可能的梦想 引领着我不断地向这个方向去追逐 然后慢慢地去造就自己 打造自己的生命样貌 比如说我们身上本来就有的 可能就是一点点正义感 但是在现实里面呢 因为种种因素 我们可能就退却了 萎缩了 可是进入了武侠世界以后 那种对正义的渴望被扩充 被铺开来了 那些故事的画面呢 形象 形象啊 节奏啊 大大的展开了内心深处所渴望的一种高度 或者生命的广度 我们的勇气可能就因为这样被激发出来了 再比如说我原来知道的可能就是一点点做人的道理 但是在现实里面它是断续的 是不成片段的存在 可是进入武侠世界以后呢 因为他的人物形象非常饱满 所以像《射雕英雄传》的故事里面呢 在郭靖这样的大侠身上 你可能就能够具体感受到 儒家所强调的那个价值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笑傲江湖》这样的故事里 我们就可能会强烈的感受到 道家所揭示的自由感是什么 在《天龙八部》里面 我们看到那些无人不冤 有情接孽的故事 就能深切地感受到 佛家思想里面的悲悯到底是什么意思 换句话说 武家小说这种东西啊 虽然很多人都只把它当作成人童话来看 虽然那里面只是一个又一个荒诞不惊的故事 有时候夸张起来 简直就骗死人不偿命 但是在这些虚构的故事里面 却有大量的真实元素 所谓的真实呢 不只是历史场景的真实 而且是人性的真实 尤其是异理的真实 什么是人性的真实呢 故事是假的 人物是虚构的 但是它里面的情感是真实的 合理的 而且通过有效的艺术手法 它可能比现实更清晰 更深切 我们在那个世界里面感觉到的 是更内在 更完整的自己 是还没有被生活给切碎的 还没有被现实给庸俗化的 是还没有被社会化 没有妥协之前更完整的自己 比如说看到乔峰在燕门关外自杀的时候 很多读者都哭得不能自已 这乔峰明明就是虚构人物 我们在哭什么呢 我们哭的 其实是人性中最高贵的东西 那是千真万确的真实 那么什么是异理的真实呢 一个武侠小说的作者身上 有多少的文化涵养 那么他手底下的武侠世界 就有多少丰富的文化元素 这个毅理的真实 就是来自作者身上积淀的文化素养 比如说神雕侠里面的九阴真经 那当然是虚构的 但是九阴真经里面的句子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是故虚胜实不足胜有余 那是千真万确的真实 因为前面那句就是老子道德经里面的原文 再比如说射雕英雄传里面的降龙十八掌 当然是虚构的 但是那里面的招式名称却都是真实的 因为那些抗龙有悔啊 献龙在田啊 飞龙在田啊 正经百里啊 全都是《易经》里面的句子 十八掌里面除了双龙取水来自佛经 神龙百尾改字易经的吕虎伟 其他每一招都有来历 都来自易经 那都是中国哲学的古老经典 是真实的 再比如说《笑傲江湖》里面 向问天对黑白子说 好比下棋力斗搏杀 那是第九流的棋品 一二品的高棋却是入神作诏 入神作诏 是围棋的境界 最早记录建于三国草卫 寒丹淳的易经奇品 后代的玄玄奇经 把围棋分成九品 就包括入神作诏 具体通幽 用智小巧 斗力 若鱼 手拙 这些品级 全部都是生命哲学的境界 那是真实的 再比如说古龙的《储留香》 改编成电视剧以后 你看香港的《才子黄山》 帮他写的主题曲 那也是很厉害的生命境界 湖海洗我胸襟 讲的是胸襟的宽阔高洁 河山飘我影踪 讲的是浪击江湖 云游四海 云彩挥去却不去 赢得一身清风 讲的是两袖清风 衣无挂碍 就因为修养境界高 所以沉沾不上心间 人生最难得的是一种真正的洒脱 所以说来得安 去也写意 人生修说苦痛 武功高强在这里只是小菜一碟 因为他未济风波中英雄勇 名声远播更是不在意下 所以说就让浮明轻抛见外 生命真正的独立 是无所以棒 所以说千山我独行 不必相送 所以说这些境界当然是真实的 它是文化上的真实 如果作者的功力够深 那么他所写的武侠小说 可能就是一部中国文化的浓缩版 或者是通俗版 如果能够进入那个情境 一打开武侠小说 可能一下子就能进入那个古老的世界 神游其间浑然忘返 武侠小说有它的文化背景 它其实是非常中国化的产物 它和西方的歧视文化相当不同 它起源于清末民初 正好是旧社会和新社会交接的那个时间 那一群旧社会里 接受了充分传统教育的读书人 它在新旧交接的时代里 创造出了这么一个世界 所以这个世界里几乎是下意识的 或者是不自觉的 它在面对新时代的冲撞时 它在努力寻找古典世界里 更强大的东西来对抗 或者回应这个变化中的新世界 因为这些创作者的文化背景 往往具有深厚的古典素养 所以他们笔下的武侠世界 自然而然的就骨气阴晕 充满了中国古典的元素 包括诗词歌赋 包括琴棋书画 甚至包括内丹修炼的口诀 它常常都是中国文化里面的精华 就一个真正的修炼者来说 这些内容可能浅了点 但是对一般读者来说 它却正好是通俗易读的入门款 一边看着这些刀光剑影 峡谷柔情 或者是什么武功秘籍 它一边就潜移默化的领略着 这一个文化世界的奥妙 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 武侠这个领域里面 它一旦发展开来 就存在着很多复杂的刺激产品 有好的小说 可是也有次等的 甚至是很烂的小说 尤其是当它被改编成各种媒体 包括电影 电视 或者电脑游戏 手机游戏 它的传播效应 立刻就加倍扩散 为了让消费者更快速 更及时的享受其中的乐趣 那些深层的文化元素 自然而然的就全部庸俗化 浅薄化 里面也就大量的充斥着 各种伪茂的粗略的文化符马 鱼目混珠 于是人性的丑恶 在这里获得了滋养的温床 它形成了诈骗者钓鱼炼财的章本 比如说隔空打人的 比如说用内力震破西瓜 能使雀鸟停在手上不飞的 还有华人世界娱乐价值最高的 他们都曾经利用武侠文化所带来的神秘感 把自己当作一代宗师 让自己赚得盆满钵满 不过除了 没有上擂台接受考验之外 其他的人站上擂台 往往都被打得满脸都是血 他们自己成了笑料 同时也彻底摧毁了传统武术的形象 就这个意义来说 武侠的次文化 其实也形成了一种灾难 它使人们对武侠 甚至对传统武术都失去了信赖 甚至感到不屑和鄙夷 所以武侠世界是一个非常奇妙的领域 它同时蕴含着完全相反的相度 它既是中国文化里面各种精华的融合体 足以引发我们对生命哲学 对身心修炼的无限热情 同时它又是某种低劣的次文化的养成环境 形成了许多江湖诈骗集团盈利的温床 所以我们开这个课呢 主要的用意在于一种文化上的深入认识 或者再发现 当我们有了一定程度的深入理解之后啊 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拨开许多武侠神话的迷雾 有机会成为深入的解读者 不再成为庸俗肤浅的看客 或者是为那些低俗文化的产品买单 同时通过有效的解读 它也完全足以成为一个敲门砖 领略古老经典 引导我们在最自然的心情里 尽情感受古老文化的精华和璀璨 就一个整体的方向来说 武侠世界其实可以说是一个生命极大化的展示 为什么说是极大化呢 比如说从一个残弱的书生 变成一个可以力敌壮汉的高手 变成手握子电青霜的剑客 变成内力深厚的修行者 变成生命哲学的参悟者 这当然是生命能量的一种极大化 另外武侠世界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卖点 就是峡谷柔情 那里面有一种人跟人之间的对待 我们的情感从浅薄短暂或者是优俗 变成了一生一世 变成了生死已知 变成了除强服弱 变成了伟大的同情 以前北大校长罗加伦说的 辖出于伟大的同情 这当然也是生命能量的一种极大化 我们光是在阅读和体验的过程里 就能享受到那个情感上的蜕变和升华 当然武侠小说里面也会揭露许多情感的困境 比如说神雕侠侣里面的李莫愁 那是一个最典型的被爱情困住的角色 他的生命在最美好的时刻遇见了陆展元 但是陆展元后来选择了和元军 他们的新恋情很美满 但是熬不到李莫愁前来报仇 就已经双双去世 可对李莫愁来说 他们的幸福再短了 恨意也不会因此稍微减少 他接下来的后半生都被仇恨的火焰所折磨 一直到他在绝情谷里被烈火烧死为止 这个时候我们所阅读的 可能就不是只有李莫愁一个人 而可能是所有生命的情感困境 我们可能会因此发想 如果他有出路 那可能会是什么 他为什么出不来 或者不出来 如果他能出来 那么他最可能的途径是什么 他的师妹小龙女 在这里面扮演的作用又是什么 情感的困境不会只有一种 在金庸小说里面到处都是 武功盖世的王重阳 和武功高强的林朝英 相恋了一辈子 终究无缘 好事难携 为的是什么 天龙八部里面的天山同老和李秋水 爱慕了无鸦子一辈子 最后发现原来无鸦子爱的是别人 这怎么回事 在一天屠龙记里面 基小福遇到了杨潇 说他力不能拒 失身于他 但是他失身以后生下的女儿 却叫杨不悔 这又是怎么回事 他因为不愿欺骗杨潇 宁可被师父灭绝师太 一掌打碎了天灵盖 他失去贞洁 失去婚姻 失去名门正派的归属 甚至也为了这个男人失去了生命 可是他却给孩子取名叫不悔 那里面到底是什么吸引着他 让他失去一切 却终不后悔 杨潇虽然得到了基小福 不悔的真爱 但是老天爷却附赠了爱人的死亡 和终身的良知谴责 这样的爱情我们又该如何看待 范瑶爱慕戴起司 教主亲自作媒 结果对方的举动是横见自视 宁死不屈 这是当众羞辱 绝无余地 像范瑶他这么刚烈的人 在感情上却挫败的如此彻底 那么在接下来的数十年 他的感情生活会是什么 像他这种能在脸上剁死几刀的人 一个愿意耗数十年光阴舍去身份来追求真相的人 一个高傲至极 随手就能下手剁掉自己两根手指头以明智的人 作为一个英雄或侠客 他的分量可能都真金足两 但是在感情世界里 他始终只能扮演一个苦闷的爱慕者 他最后放过了无缘的情人 下属堵死了情敌 却得不到任何东西 终身形单影之 在情感上只剩下无尽的度恨和寂寞 像杨潇泛这样的角色 都是英俊潇洒的美男子 最后都在感情上吃尽苦头是终身畏曲 人间情路其实才是最难的江湖 凭你有天大的武功都解决不了 这样的人物和故事 特别起人深思 所以人到底应该活成什么样子 我们要成为什么 应该往哪里去 这些问题往往是武侠小说关注的核心 比如说神雕下律里面 杨过来到大侠独孤求败的坟前 看到一段话 说什么呢 众见无风 大巧不公 四十岁前 四肢横行天下 杨过难难念着 众见无风 大巧不公八字 心中似有所悟 想怀习闲 不禁神词久之 众见无风 大巧不公 这种判断 他其实来自老子说的 大方无鱼 大气晚成 大阴稀声 大象无形 或者大智若鱼 大巧若拙 大便若乐 大进若退 当我们沉浸在故事氛围的同时 其实也感受到了道家独有的哲学意味 进入了一种生命美学的想象 可能会忍不住惊叹 啊 原来这个世界上很有这种生命境界 这个境界能够打动人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不是哲学论证 他在武侠世界里是审美描述 你看他说 杨过在剑种之旁仰天长笑 片刻间四下里回音不绝 想起黄耀师曾经说过的 正义千刃刚 卓足万里流之乐 此季 亦复由此豪情盛开 他满心虽想瞧瞧 种中利器到底是何等模样 但总是不敢冒犯前辈 于是抱息而坐 迎风呼吸 直觉胸腹间清气冲涩 静似于乘风飞去 光是胸腹间清气冲涩 静似于乘风飞去 这一段话 也让我们读了以后 一颗心蠢蠢欲动 渴慕想望 心摇神尺 再比如说 在《倚天屠龙记》里面 说到谢迅提起屠龙刀 身指一弹 刀上发出非金非木的 沉誉之声 点头赞道 无声无色 神物自会 好刀啊好刀 自会 就是把自己藏起来 真正的神物 用不着显露自己 这也是道家的美学 而无声无色 那是道家和儒家 共同会归的最高境界 道家的老子 第十四章 事之不见 明曰 以 听之不闻 明曰 息 脖之不得 明曰 唯 因为不见 不闻 不得 他才能 无所不在 儒家的中庸上说什么呢 于怀 明德 不大声以色 声色之于 以化民 莫也 上天之在 无声无嗅 至矣 无声和无色 其实是儒家和道家 共同向往的最高境界 但是在武侠世界里 谢迅只是在屠龙刀上 这么一谈 就把这个境界给弹出来了 有时候我们甚至只是看见里面的人物身手所展示出来的境界 也会觉得心摇神词 充分享受那种武侠世界里独特的审美愉悦 比如说张无忌恋了九阳神功 内力深厚 随便露一手 说陡然间身形拔起 在空中急速盘旋 连转四个圈子 越转越高 又是一个转折 轻轻瞧瞧地落在树杖之外 众人只瞧得神炫目尺 若非今日亲眼目睹 绝不信世间能有这般轻功 轻易服王 微笑 自负轻功 举世莫及 这时也不禁骇然叹服 像这样的描述 所带来的完全是审美的享受 现在一般人对于所谓内力深厚的想象 就是因为这种审美感受而产生的 另外金庸创造了一个家喻户晓的 小龙女的形象 这明明是虚构的 但他却满足了我们对于一个纯洁的女孩子 或者是对于心如止水的修行者 最高境界的想象 甚至他这个形象 完全是中国哲学的具体展示 你看他说 小龙女自幼修为 无喜无乐 无私无虑 功利之存 即使是师祖临朝英 亦有所不及 他武功高强 练的是什么呢 是玉女肃心剑法 什么叫肃心呢 陶渊明一居师上说 文多肃心人 乐于属尘戏 清代的季晓兰解释啊 心如枯井 波澜不生 富贵亦不赌 饥寒亦不知 厉害亦不济 此为肃心则也 这是最高的精神修养 外表看来却非常平淡 那么看理论 我们不一定有感觉 但小说里通过故事 展示了平淡的最大可能 也展示了一种 人物之美的极致 其实 武侠世界会让那么多人着迷 除了展示着生命的极大可能 他也展示着很多生命的重要困境 让很多人在阅读时感受到共鸣 甚至从中获得启发 比如说金庸创造了一个从来不出场的人物 叫做独孤求败 独孤求败虽然没有真正出场 却通过他留下的枝字片与剑法精髓 不断影响着书中的角色 包括神雕侠侣里面的杨过 也包括孝奥江湖里面的令狐冲 这两个主角练他留下来的剑法 差不多都快成了天下第一 那么独孤求败这个角色有什么特色呢 就是求败 他留下来的遗言说 综横江湖三十余载 杀尽仇寇 败尽英雄 天下更无抗守 无可奈何 为隐居身骨 以雕为友 乌乎生平求一敌手 而不可得 成极寥难堪也 这一条叙述 大大挑战了我们在这个世界里 阅读时的思维惯性 为什么呢 武侠嘛 当然要求胜 要天下第一 可是他反过来了 他一直天下第一 他觉得这样好烦哦 能不能找个人打败我 这个人因为厉害到了极致 事实上无敌 最后只能在深谷里隐居 可见他武功身占精妙 实不知到了何等地步 但是他同时也凸显了一个问题 而且是人类存在的永恒问题 就是孤独和寂寞 即使是武功惊世骇俗 但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他武功越强 他反而越加寂寥难堪 最后郁郁而终 所以武侠小说里 时常通过一些古怪的奇特的 所谓第一流的人物 来凸显这些关于人类存在的 终极问题 比如说武功盖世的东方不败 这可能是金庸所创造的 最有名的角色了 这个人武功天下第一 他曾经说 初当教主那可意气风发了 说什么文成武德 忠心圣教当真是不要脸的胡吹法罗 直到后来修习葵花宝典 才慢慢悟到了人生庙地 其后勤修内功 数年之后终于明白了天人化身 万物滋长的要道 什么叫修习葵花宝典 就是灰剑自公 他秉绝了所有的兄弟和教众 把自己关起来 成了一个变态狂人 或者变性人妖 这种吊诡的转变 使这个人物形象变得怪异奇特 奇鬼莫测 这当然也是审美对象的一种 可是我们总会在这种角色里 感觉到一种不安 原来天下第一 成了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在阅读的时候 可能会不知不觉开始思考 到底人应该往哪里去的问题 不是只有独孤求败和东方不败 这种顶尖的高手才有这种问题 其他的高手也常常有 比如说天龙八部里面 少林寺玄成大师武功卓绝 为百年难见的奇才 最后练功夫把自己练瘫了 可就在那个时候 他的佛法才开始有进进 纠魔制一身武功尽废 最后成了一代高僧 慕容博肖远山都是盖世的武功 但是他们练了少林七十二绝技的结果呢 却是病入高荒 生不如死 为什么呢 因为习此绝技 利器忠于脏腑 缠绵难遇 功夫练得越强 越是生不如死 所以人有多大的修为 就能化去多大的力气 也就能练越厉害的武功 而不受伤 只有修为最高的扫地僧 他能够尽通七十二绝技 而毫发无伤 所以其间的利害得失 特别起人深思 就我自己的阅读经验来说 武侠世界可以说是生命可能性的展开 是一场生命美学的形象展示 是一场文化探索的旅程 如果没有接触这个世界 很多的哲学经典 可能是硬邦邦的 悬之高格的 遥不可及的存在 琴棋书画 可能只是一种特殊的技能 或者某种用来为自己加分的才艺 至于峡谷柔情的憧憬 也可能只是模模糊糊的 若有思无的 没有这么具体又形象的故事画面和情节 可以让我们寄托 领略和想象 换句话说 武侠世界通过文化经典 和超现实元素的组合 在那些如真似幻的故事里 形成了某一个 古典气氛浓郁的文化世界 让我们对于人的极致想象 腾飞起来 也让那些遥不可及的经典 变得亲近起来 让那些琴棋书画都成了充满故事性的文化场景 这么一来 人怎么活才最有意思 人到底应该活成什么样子 到底怎么活 我们这辈子才值得 这些最深沉的想象 就悄悄的进入了读者的心底 开始酝酿发酵 引领着我们脱离庸俗和肤浅 不知不觉的启动了生命的转化 我们也从这里开始 进入了一个深远浑厚的生命美学的世界 好 以上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门课所关心的问题 大概会是哪些 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上课的方式 我们上这门课 大概分成几个单元 第一个单元就是概论 老师来开头 大概为大家讲一下 这门课是在做什么 为什么要上这门课 然后 什么是武侠 武侠的观念大概是怎么发展的 然后武侠小说的历史发展大概如何 先简单给大家做个武侠概论 当然因为这是最开头的单元嘛 也包括你们的自我介绍 所以下个礼拜要请每个人都上台来说说话 做一下自我介绍 说说你过去接触武侠的经验如何 对武侠的想象和理解是什么 然后说说看 你为什么选这门课 你对这门课的期待大概是什么 然后你们有没有特别希望 老师可以在这门课里面给出什么 比如说有些同学是冲着武术来的 他觉得这门课会传授武功秘籍 或者有的同学很想了解 剑法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有的学姐非常大胆 说想知道武侠小说里面的 把人打飞出去是什么感觉 他想要体验看看 像这些特殊的要求啊 如果可能的话 也许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尽量做出一点回应 当然前提是你们真的感兴趣 然后第二个单元 就是武侠小说的阅读和发表 大家可能会想 这门课不是从头到尾都在看武侠小说吗 其实不是的 我会让大家在课堂上看武侠小说 但是并不是一整个学期 而是一个单元 也就是说在这个单元里 我会截录几段武侠小说的文字 做成讲义 印给大家 让大家在课堂上现场阅读 读完了以后啊 会有一段时间 让大家分组讨论 然后就是发表 讨论是分组进行 发表也可以同组一起上台 但是评分一定都是个别评分 所以在这门课里头 不会有被诸队友拖累的问题 而且每一个人都要努力 让自己习惯上台 要练习把自己的感觉说清楚 这是我们这门课的一个训练重点 武侠世界里面当然是以小说为主 但是也不限于小说 所以第三个单元 我们要让大家换一个接触的方式 就是看电影 我就在课堂上播放影片 所以大家也不用另外特别去找 看完影片之后 一样的会有一段时间 让大家分组讨论 也一样在课堂上进行发表 每一次他发表都会有一个分数 四个单元就会有四场发表 那就至少会有四个分数 如果你缺席了 就一定要自己找时间补报告 如果你没有主动补报告 只要有一个单元零分 这门课就不会过咯 所以一定要记得 你们以前有学界缺席没有报告 他觉得反正我没来 我应该就不用报告 那他不来我再怎么说也没用啊 最后就被当了 这我也没有办法 第四个单元就是整个学期的重头戏了 也就是你们要分组进行专题报告 所谓专题报告的意思呢 就是你们要自己去找你有兴趣的主题 看看你是想要报告哪一本小说 或者是哪一部电影 先把文本的范围确定下来 然后把文本看完 选定一个主题 针对这个主题来做报告 比如说有的人想要报告张无忌的感情世界 那有人想要报告李莫愁的性格分析 而这都是属于人物角色的分析 这是最多人选择的题目类型 但是你也可以报告武侠小说里面 关于吃的描写 或者报告某一本小说里面的武功招式名称 解释他的内容含义跟来源 或者研究的更深一点 去谈某一本小说里面的生命哲学 或者谈谈里面的师徒关系 或者从某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 去谈某个人物的设计跟塑造 比如说有人想要专门研究王重阳 看看历史上的王重阳和小说中的王重阳 到底有什么差别 总之呢范围是非常自由的 只要是武侠世界里面的内容 任何主题都可以当作专题 这个专题是重头戏 所以要求比较高 你们每一组都一定要做成一个简报档 还要把你们这场报告里会提到的武侠小说片段 事先提供给我 我会提早帮你们排版做成讲义 然后在你们报告的时候现场发放 让同学一边听报告 一边还可以阅读那些片段 这样除了让大家能够更能够深入思考以外 还可以同时扩大同学的阅读量 阅读范围 上面这四个单元 就是我们这门课主要的几个重点 那因为每年学生选修的人数不同 上台报告的情况也不一致 所以四个单元完成以后 剩下来的时间有多少 就不会完全一样 所以最后这个时间我就安排的弹性一点 有两个备用的单元会放进这个弹性时间 一个是影片欣赏 一个是武术哲学 后面这个影片欣赏和前面那个影片欣赏 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单元属于加强性质 所以我会利用这个单元做一些比较深度的教学 比如说带大家看一下王家卫的电影《一代宗师》 每播一段影片 我们就停下来做解说 为大家介绍一下真实的武术世界 讲一下武术史的概况 最后武术哲学的部分 我们就还是回到讲义制作和阅读 的模式 以课堂讲授为主 也就是说 如果有时间 我们就要谈比较深一点 难一点的东西了 那么最后这两个单元呢 不一定都会有时间进行 就看有多少时间 我就进行多少 总之呢 最后这两个单元教学的重点 是在真实性 武术虽然是个成人童话的世界 只要手上有文本 有书 本来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里面自由自在的发表 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怎么天马行空都可以 但是虚构的看了老半天 真实的武侠世界到底又是如何 真实的武侠世界 它一定要以武术为基础 那么这个真实的世界到底长什么样子 它和虚构的武侠世界 又有什么相通或者差异 我大概会利用这个单元呢 离开虚构的世界 回到真实的历史 为大家做一些真实性比较高的史料介绍 那为什么我会想做这样的单元呢 这跟我个人的兴趣和学习经历有关 所以今天最后的时间呢 我来为大家说明一下 我在武侠这个领域的探索历程 也等于是趁这个机会 做一点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接触武侠不算特别早 大概就是高二升高三的那个暑假 我们同学借我看了两本《笑傲江湖》 我还记得很清楚 就是看那两本书的时候 我发现 我自己从来没有过这种阅读感受 觉得好像看着看着 就进入了一个从来没有到过的世界 好像整个人的身心 都从现实生活中拖出 整个疼起来了 好像这个世界里的一切 都显得神奇奥妙 充满着神秘的吸引力 等到我念大学以后 我哥哥买了全套的金庸小说 我就开始一本一本的读 那个时候我非常苦闷 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 遇到了非常痛苦的事情 对求学整个失去热情 后来我进到非常不喜欢的大学 完全无法接受 家里的环境又不允许我重考 所以每天的生活都很苦闷 我想要让自己感觉到自己还活着 唯一的方法就是看武甲小说 所以我就一本一本的看 把整套金庸小说都看完了 看完了以后觉得意犹未尽 我就重看一遍 就这样反反复复的看 差不多每一套都看了四十遍 那么当时的金庸小说对我来说啊 就像是提供了一个宽阔 无比的想象空间 让我的灵魂能够稍微喘口气 这里面即使虚构的 又是真实的 虚构的是人物和情节 但是那里面讲的 其实是关于人活着 应该是什么样 或者人可以活成什么样的问题 这些对我来说 比所有的事情都真实 另外因为武侠小说里面呢 都是古典的文化元素 通过精彩的人物形象 让这些古老的文化 整个鲜活起来 于是我开始想象 如果我自己去读古典 又会看到什么呢 如果我自己来学这些本事 又会学成什么样子 那里面的诗词歌赋 我可以自己去读啊 那里面的琴棋书画 我可以自己去学 那里面的拳法建树 我也可以自己去练 那里面的静坐内功 我也可以去实践 那里面的哲学经典生命境界 我也可以自己去参悟 去体会 就是这样的心态 支撑着我 走过苦闷的大学生活 同时因为这种文化上的强烈向往 书院生活就成了我的另外一个重心 我在书院里学习论语 孟子 大学 中庸 学习《易经》和《春秋》 学习《潜伏论》 《韩非子》 《人物志》和《孙子兵法》 甚至我也到外面学习紫围斗树 学习洋宅风水 学习面相 学习针灸经络 学习内担静坐 同时我用了许多时间和心力 去练习武术 我高中一年级就开始学习空手道了 高三的时候开始去学习硬气功 然后紧接着学习八卦掌 行育拳和太极拳 接下来四十年的时光 它慢慢就变成了我生活里最重要的东西 等到后来我念研究所 所写的毕业论文就是 《庄子美学思想研究》 等到再念博士班 所写的毕业论文就是 《以术正道》 对内丹学和内加武术的探讨 换句话说 我的人生路径 生命样貌 专业取向 到整个生命信仰 安身立命的所在 都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所以对我来说 武侠就不能只是成人同化 不能只是想象力的满足 不能只是休闲娱乐 它还是我对生命的认识 甚至是整个梦想腾飞的起点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在这个领域里在乎的 就会和一般狭义文学 有所不同 会多一点实践性的取向 我会特别在乎那小说里面 所引用的经典 所创造的明目 所诠释的理论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我会在乎它的真假虚实 在乎它能不能真的用上 在乎它对我到底有什么意义 怎么理解它才是最恰当的 那么我们在这门课里头 主要的用意 就是通过这样的接触和引导 让大家有更多的契机 可以由虚入实 探离得珠 找到一个最鲜活的 最自然的路径 去进入这个生机勃勃的 古典文化的世界 欢迎大家进来这个世界 谢谢大家